三年 漫威无缘内地三年 终于在2023年解开封印 一下子引进两步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那这三年我们真的错过了许多漫威佳作吗 在座的各位心里应该早就有答案了吧 从来说漫威第四阶段的疲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啃不玩的老角色 卖不动的新英雄 特效雷人被业界痛批 剧情弱智 洗都洗不动 做过无数的尝试 叠了无数的buff就是硬不起来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视频分析痛骂 挺全的 有兴趣可以去回顾一下 但那个视频不包括今天要讲的第四阶段的最后一部电影 黑豹 瓦坎达万岁 如果说之前的电影没能在内地影院观看 所以评价略有不公 那今天直接呈现在各位面前 我相信大家都有权利 评价和讨论到底是好是坏呢 值不值得观看 看完这个视频 我想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个b数 视频开始之前 1到10分请各位看过的打一个分数吧 首先我们讲优点 其实我在两个月前看完IMAX版本就提过一随 这里大概总结一下就是 第一 浮道化 摄影和音乐真的可以 这一首音乐搭配IMAX试听 结合水底美景美诈 令整个电影非洲未来主义的风格炸裂 把漫威的审美提高了一个等级 有概率能够再拿一个服装设计奥斯卡之类的 第二 主人公树立的人物壶还算圆满 有挣扎 有失去 有成长 第三 那么的设定也不错 借真实历史上的大发现时期西班牙帝国征服墨西哥地域阿兹特克文明的血清往事 对人的历史上充满压迫和奴役的殖兵行为具有相当的思考意义 第四 对查德威克伯斯曼的纪念与诚意上很足 漫威并没有用这个演员的趣事炒热度 也没有用其他演员剃脸黑豹 更没有CGI伯斯曼 且电影最后舒利也没有登上玩味 而是以一个与电影开头未完成的纪念仪式相呼应的方式收尾 这点我能给这个电影多一颗心 第五 部分文系的安排还算优秀 比如纳摩跟舒利讲述塔洛克历史这一段 不是那种尬聊 总的来说黑豹2算是漫威第四阶段最优秀的作品 但也只是放在漫威第四阶段 接下来要开炮了 告诉老沃我想吃鱼了 黑豹瓦坎达万岁的缺点 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那就是无聊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 多余的角色 这个片里面有许多多余的角色 首先是这个黑人钢铁侠莉莉 很多画面致敬个没完 我琢磨着神神吧 别蹭了 漫威你光是让我靠这些既视感来回忆钢铁侠 我都犯恶心 电影也总是刻意的去吹他多么多么天才 这已经是现代好莱坞对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了 非得是一个IT天才 机械大师 三岁制造发动机 五岁造电脑 十岁造火箭 抛开这些标签你还剩什么 性格也很guff 一场的不讨喜 梳莉在展现同情心的时候 他却在一旁集火说 快丢下这个死人快跑吧 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人物的刻画是完全失败的 你说这是MCU对未来富二代的铺垫 OK 但这个傻逼设计绝对是审美的堕落 而且这还是在瓦坎达制造的二代战衣 所以你不能说这是科技跟不上 他的审美就是这种程度的 请问看完《流量地球2》的大家 再来看一下这样的好莱坞制作 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MCU我最喜欢的钢铁侠 麻烦你别拿这个铠甲来侮辱行吗 也别来沾边 漫威死中粉都吹不动了吧 然而这样一个傻逼角色 还会迎来他的独立聚集 饶了我吧 第五阶段还要喂屎吗 这很耐人寻味 这真的很耐人寻味 说到这个设计啊 除了黑人钢铁侠这个奇葩 最恶心的应该是这个什么 午夜天使 名字都 我都不想说了 我虽然不知道设计出这个东西是在干什么的 但我知道他绝对是参考的 帐拉拉爸 还有蝎子来来 接着多余的角色还有罗斯探员 他的存在就是土一个情报 本来打一个电话 发一个微信 当一个彩蛋就行了 大可不必给如此之多的戏份和画面 说白了这同样是MCU 伟大的宏图计划的一部分 就非要把他的前级瓦伦蒂娜 带出来留一圈刷个存在感呗 我懂 但其实这两个人对电影的情节 推动几乎是零 这很耐人寻味 这真的很耐人寻味 然后就是这个搞笑女 我实在不明白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皇家卧位队里面除了奥克耶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阿游的角色 很煞 我很喜欢他 你们还记得他在美队3里面 挑衅黑寡妇的戏份吗 你们还记得他在猎东里面 卸下东兵武装的戏份吗 我当时直接入转粉 但黑豹2里面边缘阿游 反而突出这个搞笑女的意义 到底在哪 又是什么LGBTQ吗 我这个人最讨厌 把多元化当工具使的行为 多元化的传达 应该是以好的人物和好的故事为载体 而不是被当buff蝶啊 这个真的很耐人寻味 综上黑豹2这个电影的节奏 被这些废物的NPC和他们的垃圾剧情 给完全打乱 但凡删除这些角色 把3个小时电影控制在2个小时 出头会好很多了兄弟 但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漫威 苏丽这个角色 人物狐是完整的 但问题是这个角色 本身不所以撑起这部电影 喂 他就是配角的体量 就好像没有人敢说 丽莹能够取代实际副成为美国队长吧 他就是不能 他现在不能 他以后也不能 苏丽也一样 你看他穿上黑豹制服 那若不禁风的样子 明明就是一条戏狗 而不是什么黑豹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漫威当初选角 压根就没有考虑 让苏丽成为黑豹啊 这个背景特效很出戏啊 喂 再加上博斯曼的诠释 让他成为了黑豹的博尔人选 当然了 Michael B. Jordan也不错 反正就不是你苏丽 而这也导致了 在电影进行到2个小时之前 我的重心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到底是苏丽 还是女王 还是纳摩 我痔疮了 他差点犯了 我操 不过漫威也不傻 看一下彩蛋 最后给出这个特查拉的儿子 就是漫威关于黑豹 真正传承的答案 这剧本和雷森4差不多 先让女同名英雄暂时替位 再把新的传承给富二代 等一下 女浩克好像也是 女浩克上位 但浩克自己也有一个富二代 再来是逻辑 这里面有些人的脑子是很奇怪的 美国偷你的政经 你找瓦坎达干什么 人家不跟你同盟 你又要打人家 口口声声声说 自己的国家和平来之不易 行为却如此耐人寻味 一点风吹草动 就要毁灭世界 单挑输了又迅速放弃 仿佛一个巨婴 舒立也是一样 圣母心爆棚 你有什么理由 为了保护一个美国黑人 把瓦坎达安危置于水火 最终舒立圣母 导致瓦坎达被淹 女王也跟着圣母 导致自己丢了性命 为什么会觉得她的圣母呢 说到底还是铁心 这个角色真的是废 你仔细想一想 瓦坎达塔罗坎的战争 全是因为这个傻逼的 一次课堂作业 你会不会有一种 被喂屎的感觉呢 漫威这些所谓 复合带筒的娄子 还不够多 还不够恶心吗 所以说 为了让世界观延续 漫威店里面的人物 和动机的合理性 很大程度上 是被牺牲的 最后是打架 黑豹2的打架 可能是漫威第四季战的垫底 我相信看过人 应该都不会反对 首先这场追车戏 看得出是想复合一下 黑豹1老实说 黑豹1这段戏 我真的挺喜欢的 但黑豹2这段 又是开车 又是骑摩托车 又是飞天战甲 结果的呈现就是 就挺乱的 而这种乱 也到了最后的部落战争 大哥 首先你一个陆地国家 打海底人 为什么要去敌方 有优势的地方打架 明明有大把的办法 引他们上岸 还是说电影 只是想秀一波水上特技 就这样的煮水饺的场景 你敢跟我说是特技吗 而且你们瓦坎达 自称世界最强 攻打别的国家 就派一艘船和三架飞机 你们是认真的吗 而且我最看不懂的是 打的是海底人 你们却只派一艘船 这时候船要是成了 你们不是团灭了吗 到底会不会带兵打仗 还有所谓的高科技 电影总在吹瓦坎达士 多么多么的强 然后总爱拿一堆的 全息投影和小玩具 各种唬人 真打得起来 依旧脱离不了 乏味的冷兵器战斗 上次是这样 这一次还是这样 高科技与非洲元素的割裂感 还是改不了 你也不要跟我说 这些刀是有多锋利 这些盾是有多厚 这仍然改变不了 斗殴的本质 你看看这一幕 两方部落拿着原始的长矛 你戳我一下 我戳你一下 这有一点科技强过的样子吗 这就是要毁灭地表世界的实力吗 要不还是再沉淀一下吧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瓦坎达还是塔洛坎 都爱用长矛 这让我很迷惑 科技的发达带动武器的更新 应该体验在木棒变成手枪这样的飞跃吧 而不是木棒变成铁棒 长矛可以是文化的象征和图腾 但打仗也要靠长矛肉搏 我觉得放在这么一个某种方面上 比较敏感的电影来说 是很讽刺的 表面上是给足了你各种科技 各种实力 但还是改变不了你们原始的本质是吧 而且长城也超耐人寻味 归根结底还是想象力有限的问题 陶罗坎也是一样的 电影并没有呈现出他们的科技的强大 在我看来 他们除了其余就是扔手雷呀 哦 还有那个太阳 除此之外好像一切都很原始 仿佛还活在十六世纪 这很耐人寻味 这真的很耐人寻味 而且苏利和纳摩的单挑也很迷 这应该是这个电影最大的败笔了 黑棒的制服有这种特有的吸收和释放攻击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 而在这部电影里面就出现了这一次 就是这里 非常的搞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释放 因为很明显释放之后 身后的石头又砸下来了 稳稳的就是被活埋的节奏啊 但是电影马上就切掉了 重新回来明显已经不连贯了 我怀疑前面这个分镜应该是个失误 总的来说这场肉薄排练感很强 并不算优秀 而且既然单挑能够解决问题 你们干嘛不撕下约啊 还带人来干嘛呢 再说了 虽然苏利赢了决斗 但瓦坎达其实已经输了 这真的让你刚才所说的 瓦坎达会守护塔洛坎的秘密的话 显得很苍白 很打脸你知道吗 纳摩你之前华贵认输 我不跟你计较 但你看到自己的士兵比你还争气 你还能继续服软 我是没有想到的 有点骨气好吧 最后是一点政治隐喻的问题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电影 是在为黑人做一些贡献什么之类的 可能也没错吧 比如电影会用螺丝探员这种角色 偶尔玩一些黑人白人的历史梗 表面上踩一下白人 貌似是想要观众反思点什么 但其实很打脸 你想一想 纵观整个电影下来 明明一开始是美国这边 偷瓦坎达的震惊失败 贼心不改 又偷塔洛坎的震惊 本来美国才是挑起 士端的罪魁祸首大反派 结果就是两个 拥有稀缺资源的殖民部落 自己打自己互相伤害 美国却啥事没有 你说这电影 原本花了这么大力气 到处阴阳怪气美国自己 像偷资源 发动战争 傲慢 颠倒黑白等 但最终却呈现了一个 施暴者稳居高位 奴役者失智狂怒的节奏 很难不让人怀疑电影的三观问题 还是说这是故意的吗 难道现实中的被殖民者 连一点幻想的余地都不留了吗 我觉得黑帽衣的反派塑造的很好 不仅长得帅 声音上更贴合历史 使其动机完美 他成功让特扎拉认识到 瓦坎达一直存在的问题和错误 最终打开国门 分享资源 原本第二部我以为会展现一个 瓦坎达与世界接战后爆发的冲突 哪知道主题还是停留在 资源独占的部落斗欧上面 格局属实是打不开了 这很耐人寻味 这真的很耐人寻味啊 总的来说 我认为黑豹 算是第四阶段里面一部出彩的电影 但也只是在漫威的第四阶段而已 他很有心的在尝试 呈现的效果很突出 很特别 优点很明显 但如果作为一部电影来看的话 依旧是套路繁多 超时且有点无聊的电影 那么你们怎么看呢 各位对漫威回归内地的未来 是否还期待呢 那么我是BA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